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是2015年的12月4號 然後今天來回答一下昨天LINE AT 昨天LINE AT的朋友詢問的幾個問題 如何像你主持的這個群組一樣不受200人的限制? 主持的這個群組一樣不受200人的限制? 我這不是群組,我這個是LINE AT 所以LINE AT本來就沒有人數的限制 LINE AT生活圈沒有人數的限制 它不是群組 它不是把人加到群組裡面 它是一對一的發送 譬如說我每天晚上8點 發送出去的群發訊息 是一對一的發送,你就把它想成像手機簡訊一樣 一對一的收到 所以有的人會問說 那我發出去的訊息會不會他們彼此之間會互相看到我發給誰?不會 不會喔 它就像手機簡訊一樣 群發給100個人或1000個人 都是一對一的發送 所以收到的人不會知道你又發給其他人 不知道 而且他們彼此看不到 這個是LINE AT生活圈的特色 那另外一個問題 第二個 可以透過別人的LINE AT加搭好友好友變成自己的好友嗎? 這是繞口令嗎? 你可以再問一次嗎? 因為我看不懂 你再問一次我下次再回答你 第三個 你有幫中小企業製作FB的廣告嗎? 因為目前人手不夠啦 牛奶爸就只有一個人 那我目前都是以 教學 網路行銷方面 還有電腦軟體方面的教學為主 所以 我沒有辦法幫你接案 然後幫你製作美工 幫你登FB廣告 不好意思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呢 你可以再LINE給我 我再介紹 我朋友給你認識 好不好 那 我的朋友他們有在接這個案子 或者是 你認識我的 然後你自己認為你自己的FB廣告操作非常好的 那也歡迎你跟我聯絡 因為 有很多人 偶爾會問我這些 能不能幫他接案的問題 那也許 如果你自認為你做得很好 也許我們可以合作 可以介紹給你好不好 那當然你要 你要真的做得很好喔 不然到時候我介紹給你 被打槍的是我喔 老師祝你聖誕快樂 耶 好 那我也祝你 收到聖誕禮物 謝謝 第五個問題是 我很會寫文章 請問 我學習網路行銷有什麼地方可以發揮呢 哇 太棒了 如果你會寫文章的話 那 網路行銷就是你的天下 網路行銷就是你的天下 我們從傳統廣告來看喔 傳統廣告就是從文案來 第一個 從文案來做發想 如果你很會寫文案很會寫文章的話 你才有 才有辦法透過媒體 以前沒有網路的時代 我們透過的媒體就是 平面雜誌廣告啊 那你一定要會寫文章啊 那 你 譬如說電視廣告啊 你也要會先寫腳本嘛 所以一定是先從會寫文章開始的 那大部分呢 我們這 我教這幾年網路行銷的課程以來 碰到學生 最大的困難其實都是 老師我不會寫文章 我不會寫文案 最大問題其實都在這邊 他可能 知道工具怎麼使用 可是 不會寫文章 不會寫文案 那文案其實是一種跟客戶 中間的溝通 網路行銷最重要的就是 在網路上跟客戶做溝通 可是你不會寫文案的時候 你就輸別人很多 真的你就輸別人很多 那 傳統的廣告他就是文案寫得好 文章寫得好然後 再把它拍成影片嘛 爆章雜誌的廣告 一樣啊 文章寫得好 其他都是附屬品 譬如說我的美工圖片做得很漂亮 這些只是吸引人家來看的第一步 但是呢跟客戶溝通都是靠文字 或者是靠影片 所以如果你會寫文章的話 恭喜你 你在網路行銷上面會做得非常成功 只要你熟練網路行銷的這些網路工具 電腦工具 手機的工具 那你的網路行銷會做得非常成功 很棒 請問滿版的Litead大圖怎麼使用 這個也蠻多人詢問的 就是你可能會收到其他 像UNIQLO或者是賣衣服的廠商 他們發給你的Litead 都會 你說到Lite上面都會有個 大大的圖 是滿版的 大大的圖 怎麼使用Litead可不可以用 因為之前都是看到綠色盾牌的官方網站在使用 可是官方網站一年好幾百萬 我們不可能去申請跟綠色官方網站 一般中好企業不會去申請 大部分都是明星 或是比較大的企業在申請 Litead可不可以發滿版的廣告 也不能講廣告啦 就是滿版的圖片 然後點擊之後可以連結 Litead也有這個功能喔 如果你去買每個月798塊的推廣方案 你在 群發廣播的那個地方 它底下有分成文字、貼圖、圖片 然後宣傳頁面 然後再來就會出現一個 圖文訊息 對 就是這個圖文訊息 圖文訊息就可以發送 滿版的大圖 那這個圖文訊息呢 在左邊的其他訊息的項目裡面 就會跑出一個項目 要先去製作這個圖文訊息 然後你在群發的時候就會出現那個 Item 那個選項 那個按鈕 你就選圖文訊息就可以選擇你 剛剛設定好的那個圖文訊息 你就可以發送這種滿版的大圖了 這個滿版的大圖非常好用 就是它可以讓你一次出現一個連結 最多到六個連結 也就是說 圖片可以切塊 圖片可以切塊 最多可以切成六塊 每一塊可以超連結到不同的網頁去 所以如果你的網頁有 六個 最多六個 最少一個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設定 譬如說我切六個小圖 每一個區塊可以連結到 假設你賣衣服的話 A區塊就可以連結到 A衣服 A款衣服 B區塊就可以連到 B款的衣服 以此類推 最多可以做六個連結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它 沒有辦法被轉分享 沒有辦法被轉分享 這是我觀察到的 好這是今天 大家提供的一些問題解答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一樣 今天有網友跟我 Line的好友跟我反映說 他不知道 可以直接 我發送 出去的八點檔 他可以直接回訊息給我 其實是可以的 你就直接在 收到八點檔之後呢 你就直接在下面留訊息給我 我就可以收到了 我就可以收到你問的問題 然後我再利用時間把它錄下來 然後再 群發給每一個人 好 尤其他網路行銷八點檔 每天晚上八點見 掰掰 我在錄影 掰掰 不好意思 掰掰 拜拜